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 是湖北省的隋州市 这座城市啊 如今和中国古老的边中 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但是在四十多年前 它还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曾经那个小小的隋县 一跃变成中国著名的 边中之乡呢 这还得从1978年开始说起 今天的国宝发现之旅 让我们一起走进隋州 一起走进四十多年前 那次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 隋县位于湖北省北部 1978年2月底 隋县城郊一座当地人 称为雷古墩的小山包上 武汉空军后勤部 均需所谓的扩建厂房 开山诈实 平整土地 胡郑州老人 当时就参与了这次施工 要高极建呢 高极建在平整土地 这块很早的时候 是个山包啊 投资的 很硬的就是说 人挖的话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挖机 那个时候挖的就是人工挖 挖的很费劲 大要放进去给它投大松 人挖起来比较轻松一点点 然而随着一声炮响 当红沙岩被炸开之后 露出来的竟然是来历不明的 一大片褐色泥土 岩石中间怎么会有泥土 这一几不正常的现象 被当时在现场的部队领导 敏锐地察觉到了 更不正常的事情还在后面 随着土层越来越薄 一块深黑色的石板隐隐出现 其中我们有个副所长 四川的叫王副所长 他对这个比较重视 发现那个 发现这个地方跟土地 滑的不一样 一会发现这个东西呢 停止了 那不能搞了 你如果搞它 万一是吧 操作那损失 那就是后来不及 那是坚固罪人 下令停工之后 部队领导立即向文物部门 反映了情况 并报告怀疑地下有古代墓葬 但事情的进展 却并未如他想象的那般顺利 但是水县当时 由于这个服务馆 考古所这个机构 都还没有建立 实际上分管这个文物工作的人 也是 也很少截住这方面的材料 所以他们去过几次 到现场看了 都说这个不是很重要 不是很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墓葬的表层沿途所展现出来的 是一个在之前的考古史上从没有见到过的不规则形状 所以当时的报告并没有得到重视 但是这位部队领导却坚持自己的判断 而事后证明 正是因为他的坚持 才让事情有了重大转机 他就觉得随限的 这个可能不知道 他就想上报 就想当时的襄阳地区 来来回回 大概有三次才报到审里 审里安排人来看 觉得这是一座莫杖 现任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的方琴 有着多年的考古研究经验 对于当年发生的情况 他做出了这样的解读 木杖的土呢 就是说它总是被扰动过 而且是在深头上挖一个坑 里面加上又有有机物 这个时间长了以后 它就回来 我们叫五花土 考古界有一个常识 所谓五花土就是将颜色不同的生土和熟土混合起来 用于回填木坑 简而言之 五花土的出现就代表着墓葬的线索 难道在这片土地之下 果真埋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古墓 如果是 那这座古墓的主人又会是谁 又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哪些 开启历史谜团的钥匙呢 隋州是厄北大地上一块非常古老的土地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古老的诸侯国隋国呢 被强陵楚国所吞并 那这一次出土的这些古墓是不是和隋国有一定的联系呢 墓葬确认后 湖北省博物馆隋即派出专家组 来到隋县雷古墩县 黄凤春就在其中 1978年3月 他跟随领队时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兼陶谷队队长的谭维四先生 对墓葬进行初步评估 一个识破天津震撼世界的考古发现 就此拉开帷幕 它的东西上是21米 那麽宽是17米 所以它这么大的范围 这个墓葬是我们湖北境内基本上都没发现过的 也可以说是全国都没有见到过的这大的墓葬 在雷古墩发现神秘墓葬的消息 立刻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1974年 长沙东郊的马王堆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西汉女士 轰动全世界 如果在这片神秘的地下 也能发掘出同样价值的墓葬 那么随限雷古墩的考古发现 必将会被载入史册 并驰名世界 就从湖北省抽掉了一批专业技术人员 就组织了一个考古发现队 这个时间应该是1978年的3月份就开始进场 经过初步勘探 考古人员勾画出了墓地的轮廓 整体来看 它呈不规则的古字形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墓室 就像春秋时期的很多贵族墓葬一样 揭开厚厚的土层和青石板之后 墓穴被一片片结实地裹板覆盖和保护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在墓坑中部偏北的位置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稻洞 这个稻洞约有半平方米大小 足以让一个人携带着稻木工具深入墓穴 当时发现有个稻洞的时候 我们都不是很看好 因为为什么 有稻洞 就晓得这个墓长不是很理想的 中国考古界有一种说法 叫做汉木十世九空 也就是说 当代所发现的汉木 大部分早已被历朝历代的盗墓者给盗空了 汉朝历代皇帝都标榜以孝治天下 盛行誓死如是生的后葬之风 陪葬品往往非常丰富 反而成了汉木屡遭盗绝的重要原因 莫非雷古敦墓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盗洞带来的失望 沉甸甸地压在考古队员的心里 可是他们接下来要面对发掘现场地下水的困扰 随咸历史上就是一个水源丰沛的地方 地下水水位一直很高 我们通过湖原 真后雨沫的埋藏深度 推上来从古代当时的地表下去 大约有十三米深 而古墓上的这个稻洞 更是让雨水侵入洞内 地下水和雨水上下交工 汇成了古墓内达三米多深的积水 这使得发掘工作变得十分艰难和煎熬 所有的果盖板打开以后 其实光谷里面全部都是一坑水 什么也看不到 所以当时就觉得很失望 这就是真后雨沫 我们就在这个中石 就是靠这个东百角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稻洞 就是打穿了 它是一个斜向下去的一个稻洞 它是一个斜向打下去 你要想到 我们当时为什么对这个稻洞 就是感到一看很灰心 你要想到 从十三米之上往下打下去的话 它非那么大的精力打下去的话 那肯定要把这个墓倒掉 如果说发现稻洞 意味着墓室里的珍贵文物 可能早已荡然无存的话 那么年身越久的积水 则可能已经彻底毁掉墓室里的一切 这个原本被许多人认定为价值连城的墓葬 仿佛顿时失去了价值 心灰意冷的考古队员们开始犹豫 究竟是要继续挖掘呢 还是停止 根据考古发掘 天下朝考古工作归室来讲的话 无论是被盗还是没有被盗 必须要按照这个科学的考古发掘程序 把它发掘完 所以尽管它是被盗了 但是我们还是从上到下 一次科学的进行发掘 依照考古工作只要开始就不能停止的原则 挖掘工作还是继续进行 让人略感安慰的是 木坑里的积水也是一把双刃剑 其中有利的一面就是它可以相对隔离空气 起到对漆气对青铜气的保护作用 考古队向上级提交了发掘报告 很快便得到了湖北省委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1978年5月11日 雷古敦一毫目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打开了以后你关过水 除了水面上漂浮几具关的盖板以外 但是什么都看不到 后来的那就按照发掘程序来逐步进行抽水排水 遵照考古工作规程 现场积水抽牌不能过快过猛 耐心等待几天之后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 随着水位逐渐降低 一件描绘着珠红图案的漆气 首先浮出了水面 这是一个椭圆形空心的物体 在椭圆的一端似乎还有一个接口 看起来特别像是一只缺了头部的鸭子 现场专家很快认出 这是一个鸳鸯气盒 对于考古队员们来说 描绘着美丽花纹的鸳鸯盒 无疑是一个吉祥的开端 尽管如此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在随后的几天里 会有一个惊世大发现在等着他们 雷古墩一毫目 按照方位分为东中西北四市 四间果市的积水相通 水位同步下降 考虑到现场的安全 考古队员们轮流值班 密切关注着文物出土的动态 对于1978年那天中午发生的一幕场景 考古队员黄凤春至今依然印象深刻 随着水位缓缓下降 队员们惊奇地发现 原来这些模糊的横梁 正是三条木架 但它们究竟属于哪一类的陪葬物 当时在现场的人们都不得而知 浮出木架的这间果市 大约有3.3米深 没有排出的积水 大概还有2米多深 透过浑浊的积水 考古队员们也隐隐约约 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影子 随着水位的下降 边中一个国出来了 最令人兴奋的是什么呢 就是看见了就发现了 这个边中依然挂在这个木架上 哎呀这个时候就心不大 哎呀这个木相当重要 就说明这个木还没有背道 随着水位的不断下降 一组规模宏大 数量众多的古代乐器 渐渐地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这正是一组古代大型打击乐器 边中 它以曲齿形的形状 至于木坑中式的西南角 分上下三层 有八根红木结构的圆形立柱 和彩绘青红配件武士支撑起 七根木制横梁 横梁上一共悬挂着65个边中 是我国目前边中发现 树木最多的一套 方馆长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这个是真正的镇馆之宝了 这个边中好像从出土那一刻 就是这个样子了 就这么挂着呈现给世人 这个是特别神奇的一点 就是说2400年过去 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 它就这么站立着 除了一两个钟掉落下来 基本上就是软样 这还是比较罕见的 墓藏没有被盗 这是所有人最希望得到的消息 那么这个古墓究竟是如何 幸免被盗的呢 从锅底到这个开口呢 锅的开口是三米三六 三米多深 远远超过了一个人的这个深度 它下不去 所以没有办法 尽管它打穿了这个锅盖板 它下不去 所以它这个墓是 应该说的盗墨未遂 正是因为这三米多深 让人懊恼的积水淹没了墓石 使盗墓者只留下了一处沮丧的导洞 让古墓得以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而边中的出现则再一次让人们意识到 墓主人的身份绝非等限 之后不断出土的文物 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尊青铜器 就是当年在墓室中发现的文物之一 直到今天 它仍被认为代表着 中国古代青铜器制造的最高水平 据专家介绍 这件器物是古代王侯祭祀专用的九器尊盘 由上尊和下盘两件器物共同组成 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这件器物的造型和工艺也堪称精美绝伦 随着发掘的推进 雷古墓不断出土新的文物 几乎每一天都有激动人心的发现 每一件文物都是非同寻常的瑰宝 青铜器都有石灯之重 还有这么巨大的和有一套编宗 那么大家觉得它的文化 包括它的水平国力都应该很强大 出土文物数量如此之多 规格如此之高 这让所有的专家都越来越想探知 墓主人的身份 在考古学界 人们通常按照随葬器物上的名文 来确定墓主人身份 在雷古墩 专家们从很多器物的名文上 发现的可能是墓主人姓名的文字 不过在这些器物上 反复出现的名字却不止一个 而是三个 当时真和语别中 是有三个和的名文 也有真和语 也有真和乐 也有真和语 大量有真和语作词用证 真和语就是出现的 更多的是出现的武器 隔这些名文上面 仅仅以名文出现次数的多少 并不能最终确认墓主人的姓名 就在专家们迟疑不决的时候 这件尊盘底部一个毫不起眼的细节 再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个机会有一点特别奇怪的是 它的底盘上面有两次名文 你看这个软奶我们发现 你看它软奶应该是真和语 真和语 这个语字被抹掉了 对 后来刻成真和语 这个真和语是什么人用 其实真和语的墓上我们也发觉了 它应该是真和语的走辈 就是他爷爷这一辈 可能是真和语给他的爷爷 真和语做了这么一件精美的真盘 实际是他爷爷的 由此专家们推断 真和语和真和语 可能是真和语的前辈诸侯 曾国的另一项考古发现 彻底证实了二十多年前的这个推测 我们看到这就是真和语墓出土的编中 真和语墓的这个是2009年 在水州市东郊 这个为配合城市建筑工程 发掘了一个墨藏 可惜的是这座墨藏的这个发掘之前 已经被盗了 所以现在产生的大约有八件编中 这是最大的这个一件编中 也是最完好的 其中最重要的这个编中的就是上面呢 有169个名文 从名文上面可以判断 末藏的主人就是真和语 经专家判定 隋州真和语墓的年代 早于真和语墓 可以断定真和语就是真和语的前辈 至此雷古敦墓主人的身份 被确认为真和语 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随即出现 这就是在古代文献中并没有真和语墓的记载 我们现在翻开司马前的史记 我们就会知道 在很多国家 比如楚国 燕国 晋国 等等这些国家 在史书里面都有试价 那都记录得很详细 但是是恰恰 中国是没有这个记载的一个国家 雷古敦墓藏所在的这片古老大地 几千年来一直以隋命名从未改变过 根据文献记载 隋国是武王克商建立周朝后分封的最古老诸侯国之一 为汉东之国 在隋国的土地上 这个墓葬的主人为什么称作曾侯呢 曾国和隋国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研究人员翻遍了文献史料 却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么巨大的一套编程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 它的文化 包括它的水平 国力都应该很强大 如此大的一个文献上也没有记载 这个也太不可思议了 就在当年曾侯一幕挖掘出土之后 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 历史学家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 李学勤先生 首次提出曾隋一家的观点 开启长达四十年的曾隋之谜 学术讨论 李学勤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 他认为通过左传上记载 有一个说法叫汉东之国 谁为大 他觉得这个 我们的地域也跟他四一 就是汉水之东 然后他的实力 就是发掘体现的实力来讲 才能吻合 所以他就提出了 曾国就是谁国的学士观点 直到今年五月 在隋州早树林墓地 曾侯宝夫人米家墓中 出土了一件关键性文物 这场讨论才最终画上圆满的句号 曾侯宝的夫人叫米家 她的墓里面出了一个楚王 送给米家的一个顶 她说叫楚王印谁宠米家 这个话怎么解呢 就是说楚王给这个米家 嫁到谁国去 就给他做了一个硬气 就陪嫁的这个同气 同气他的名文就是说 我把这个米家嫁到谁国去 那么这楚国人说 楚王送给了谁 就是实际上是嫁到了曾国 那这就是一国两民 由此可见 历史上记载的隋国就是曾国 曾隋一家的论断得到了地下材料的证实 雷古敦墓地的主人曾侯宜 就是左传中所记录的隋国诸侯的后代 伴随曾隋之谜 尘埃落定 由雷古敦一号目挖掘而引出的 困扰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 已久的历史谜团终告破解 而沉睡千年的古老边中 也缓缓醒来 在新时代奏响 强彻天空的黄中大旅 1978年5月11号到6月28号 短短50多天时间里 雷古敦一号目 总共出土了一万多千多件文物 这些文物啊 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 2400多年前 人们的精神世界 物质生活 还有人文历史 因为这次发现呢 可以说是大量地填补了我国 在春秋战国时期 历史研究方向的许多空白 同时也因为 它发现的巨大价值 被称为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那今天我们的国宝发现之旅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节目 我们将带大家 继续更加深入地走进 分喉一幕